在海外不同侨团举办的国庆活动 因为政治倾向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驻美代表萧美琴 受邀出席巴尔地摩台湾同乡会的国庆庆祝活动 现场布条写着 台湾国庆国歌直演唱美国国歌 侨胞以台美人为主 萧美琴和民进党驻美代表同光里 在致辞时都强调团结的重要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 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则提到 台湾地方小 但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启发 星期天 TVBS新闻黄聪普尼佳辉 美国马里兰州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BGM BGM BGM